最近英国皇室成为全球的焦点 除了女王离开人世 而且国葬大家很关注之外 再来就是73岁继任的查尔斯国王 他的身体健康状况 比方说他的手看起来真的好肿 而且不是这一天两天的事情 是好几年了 甚至很多健康的传闻 还有灵媒的传闻都出来了 没错 这个灵媒他就有讲过预言说 2022年的时候 英国皇室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变化 也就是说女王会交棒给这个王子 然后查尔斯王子会变成国王 卡米娜会变成王后 都中了 对 结果没想到都中了 甚至于这个灵媒还大胆地预测说 这个查尔斯王子顶多三个月的国王 天啊 怎么敢这么大胆 可是在我们这种很八卦的立场来讲的话 从医疗的角度去切入 可以看见点端倪 为什么 他其实查尔斯王子 他在2012年 他自己有一次在写字就说 我的手好像香肠 他就其实自己就这样讲 可是讲完之后 我们给他观察 这九年来 其实他的手已经从香肠手 变成那个泡过很久的甜不辣了 你知道吗 那个手对不对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甚至于 越红又肿 对 然后呢 而且我们觉得他严重 越来越严重 而且甚至于我们就觉得说 他这个手戴戒指 更加的明显 都凹陷下去了 对 所以你从医疗的角度来讲 他其实这个手是这样的水肿 应该是有健康的隐忧 也难怪这个灵媒 他敢大胆的预测说 是不是可能只有三个月 当然我们是不希望这样 可是我们可以从医疗的角度切入 他一定在健康上有警讯 三个月 如果才三个月后 真是不得了 太可怕了 这个英国的医师 他们就分析 他们是说 还好啦 65岁以上 水肿长出现在 腿部啦 脚踝啦 手指啦 等等的 我想问一下心脏科医师 康医师 这个到底怎么回事 因为他这种的很厉害 我觉得这都已经 真的不像一般我们的手 完全看不到纹路 对 然后感觉有点像是那种 吹气球那种 假娃娃的感觉 通常我们看到这个手肿的时候 在心脏科来讲 其实也不算少见 因为手肿的时候 通常看到脚也是更肿 就是脚因为藏在底下 所以如果你全身性来讲的话 很多病人一推 他的爸爸妈妈来看的时候 我手都静起来你看 然后脚裤子一拉开 脚更肿 因为你静脉回流 整个不好以后 他当然回心的血不好 所以他当然手的灌流也不好 但是有几个情况 要特别小心 就是有些人老人家 他是因为营养不好 很多人以为说 我就三天去吃 可是忘了 老人家牙齿都快掉光了 牙齿也不敢咬 什么也不敢咬 他觉得他有吃东西 但都吃几片面包 吃点软的东西 就吃点汤什么东西的 结果后来有一个病人也是一样 他已经72岁了 结果他来的时候 他也说他手肿 这下子他说 绝对 康副院长拜託 这绝对我爸爸绝对心中备 因为这个我看起来 都痠起来 对不 后来一看 心脏功能 收缩力超音波都很好 结果一验血 他血红素只有6 所以血红素不足 也会这样肿 血浓于水 我们血是维持我们的一个 细细胞的一个渗透压力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全身性的水肿 他说 怎么这样 他叫做心脏衰竭 我想说 照一次光 心脏病没有肿大 他说奇怪 因为你的血不够的时候 根本不够一打 他渗透压的改变以后 手也会肿起来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蛋白质也太少 有时候营养不良 你蛋白质太少的时候 也跟血的意思是一样 当然你其他很多人 就会先想到说 什么油漆疼 当然没话讲 心脏 慢性心脏衰竭 慢性肝病 慢性肾脏病 很多的时候脚肿 手也肿 但是我们手一般 你来想想看 心脏 我们火动 要动一动 火一火 到今晚就会 抓抓头 就过心了 因为我们心脏 我们血要回心 所以我们动一动 他的血就会 这个肿就会消 所以当他发现 不消的时候 全身性的问题的时候 倒是真的要是小心 很多其他的问题 要一起去查 而且这九年了 对 他拖的时间有点久 这时候我们是 因为皇室的健康 实在是一个很隐私 而且很私密的问题 如果这个人 他的活动力 因为也没看他像 那个伊丽莎白 还可以骑马 看他 如果他连走路 也不走的话 全身性这样子 看起来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会担心 他的健康 了解 好 我们也从手肿 带大家来看 除了看皇室 重要的是 看我们自己身边的人 到底有什么状况 所以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 或者营养 血红素不足 蛋白质不足等等 这边还提到 另一个原因 可能是关节炎 那以骨科医师来看 关节炎 我们手也会肿成 像这个样子 对 像看 这是我们手的模型 其实我们把皮肤 拿掉之后 其实可以看到 肌腱 血管 所以我们如果说 我们的关节 如果肿胀 大概都局部 这边会有压痛 那如果是整个肿血 就代表它可能连血管的回流 或者是血管有发炎 导致它整个肿胀起来 像香肠脂 比较常见在发炎性的关节炎 如果说是退化性关节炎 大部分都是我们的指节 一节一节的地方变形了 像远端的指节 是比较常是因为退化 做太多引起了 另外一个就是 肺峰性关节炎 它可能近端的指节 这边它会发炎 它会慢慢的会变形 变上另外一边 还有另外一边 就是肝咸性关节 除了整只手 像香肠一样 整片都肿起来以外 它的指甲 它的指甲的地方会有 小小的凹洞 或者指甲看起来 就是像有一个断面的样子 都是肝咸性关节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手肿起来 第一个要先摸看痛不痛 痛不痛 如果说你摸起来不痛 这可能就是像康院长讲的 就是趋环不好 腺脏 水力回流不好 还有就是蛋白质不足 它可能就是水肿 我们的水分漏到组织间去的 但如果你压起来会痛 那可能就是关节炎 对 如果说你是自己就知道 我自己常常用手去做一些工艺 或是做一些劳作 当然这边就是比较像是退化的情形 如果是近端的指节 整个肿脏又变形了 你又有一些层间僵硬 那就是像肋风湿性关节炎 如果说你比较容易有脱皮屑 压力大的时候 容易的手指头脚趾脏脏 那指甲又有合并一些凹陷 就要比较往肝脏性关节炎 去做检查了 所以要看手会不会痛就对了 对 如果手会痛的话 就代表你一定有问题 你说他签名的时候发生什么事 你觉得他应该会痛 我觉得这个笔可能就是 他刚好握住的时候 这些指节第一个是他已经很肿脏了 他不太好握 那第二个这个指节压到会痛 他可能就会掉下去了 加上如果说有关节炎 他可能如果是有像肝血性关节炎 他可能连腰都会不好 所以他要下去剪都可能很困难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 有一部分的关节炎的疾病 导致他活动不太好 而且脾气也不好对不对 比漏水然后就在生气 这全世界都看到这个状况 丽华那有没有办法 从他平常的饮食生活习惯 我们来找出一些蛛丝马迹来 应该是这么说 我们常常看一些剧情电视 都知道什么霸道总裁 皇室很尊贵 就是有人喂你吃喂你什么 然后有特殊的习惯对不对 就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 类似这样 其实不足为怪 可是我们从这边看出 他的健康有点端倪 是因为为什么 他其实他很爱吃水果 他早餐他要吃水果沙拉 而且他很爱吃他们那个 特制的那什么离子酱 而且离子就算了 还要做成酱 你看那个糖分有多高 然后中午又是什么三明治 然后再配一个什么 优雅的下午茶 然后甚至于他还有一些 这个出国或是说听说 当然我们不是皇室 我们不清楚 但是根据这个记载 就是他要出门随行 还要带个水果篮 里面要装他喜欢吃的水果 可是我跟你讲 这水果其实他的糖分 非常非常高 而且是果糖 而且还是果糖 你看这样还做成酱 你看看这个东西就已经是 完全是超标的 身体的一个负荷 那我们也看到 他还说他有王子病 其实我就一直在想 就刚刚讲过 人好 身体好 脾气就好 那为什么他有王子病 除了养尊处优之外 重点来了 我手痛 所以我根本就不想动 我手就伸出来就很帮他 甚至于还爆料说 有一次他有个东西 掉在地上 还特地把他的佣人叫来 然后要去帮他捡 一个掉在地上的文献 就在脚边 他没办法蹲下捡 他可能自己不舒服吧 对 我 当然我是站在他的立场 说他应该是不舒服 可是人家就爆出来 就说你看他有王子病 你捡一个子都不捡 而且你知道吗 他就有挤牙膏 天啊 多少人挤牙膏 都是自己挤 当然吗 他就拿起来 因为你知道吗 这个我又帮他讲话了 我是觉得可能他手痛到 没办法挤 你看那个香肠手 可能英国没有甜不辣 我们都讲 我都习惯说他甜不辣 他在想怎么挤呢 所以我觉得 他连挤牙膏 都要别人帮忙 可见他真的是不舒服 这是我站在医疗的立场 帮他讲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两个案例 我有两个朋友 是我自己的朋友 他的第一个是因为他 我才发现的第二个朋友 第二个朋友 他是五十几岁 他就是因为每次要 他是播音源 他播那个钮的时候 他连这样推上去那个钮 都会痛 对 然后他就跟我讲的时候 我刚开始因为也不知道 我想说你要不要看 骨科 复健科等等 看了快一年 他说立法都没有好 我说那这样好了 你去找我一个最好的朋友 风湿免疫科 你问他帮你看看 是不是到底哪里出问题 结果一检查 原来是红斑性狼藏 结果后来我那个二十八岁的朋友 跟我讲说 你最近手很肿很烫 没办法挤牙膏 不能挤牙膏 我第一个就想说 你赶快去风湿免疫科检查 结果他也是 二十八岁就罹患了风湿免疫 OK 好 如果以超二师国王来看的话 他其实当然非常地讲究 睡起来 这个衣服要重新整烫 鞋带 鞋带也要烫 然后管家 他八几牙膏要一英寸 真的很要求二点五四公分 长了短了都不行 然后东西掉在脚边 他请这个管家 跑到他的脚边 来帮他捡起来 当然有可能 他是因为 有可能这个养尊处 有可能是真的是痛到 生活上有一些困扰 巫医师那如果说 我们这么肿的话 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帮忙 那你会发现 中医理论人就提到 就是头是猪羊之慧 那我们的手是猪羊之末 就是说我们的阳气 是我们身体循环里面 最末梢的地方 所以这怎么样 增加我们的阳气 让它气形 然后血形 然后就不会说 产生那种气质血域的现象 不然总的像 戴着手套这样子 都没有看到纹路 那这个时候 我们有一个穴道 是我们的 这个奇迈的 就是第一个 就是我们的八斜 那这个八斜在哪里 就是我们的手 伸开的时候 稍微握拳 握拳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是不是 就是每个指头的 这个部分的凹陷 在一二三四 因为它是八 然后这边是一二三四 那找的地方 就是找到这个赤白肉绩 赤白肉绩就是 它不是有一个 有一面 我们这边阳面 颜色会比较深 那这边有面是比较白 所以赤白肉绩的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 用这个笔下去 有没有 按它 按下去 按下去 有没有 酸酸的 要酸酸脏脏脏的感觉 这两边 所以如果早上起来 手肿的人 可以这样按就对了 刚好按在中间这里 对 按的时候 就按在这个中间这里 有没有看到 这里一 二 三 要酸 要酸酸酸的 那有时候我们自己 像我有时候 在那个针灸的时候 会自己蹲进去 那我们不用这么残忍 我们就自己 按摩 那还有可以这样 是不是 这样戳戳它 这样 三 四 二 二 三 四 那这个部分 对它的刺激 这八斜 那刚刚提到 阳气要进来 所以这个阳气 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 名字带有一个穴道的阳 叫阳池 那这个阳气的一个池塘 在哪里 很好找 就是我们的手背 那这手 手掌 手背 那手背的地方 我们这样凹上去 看着自己的手 翻过来 这样的时候 按下去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 这样子的 在第四掌骨 就是我们的第四指 无名指的地方 沿着这个地方 凹陷点 往下 这个缝 往下 对不对 到了这个横纹 往横纹的这个地方 交接点 那这里有一个凹陷 这个凹窝点 有没有很酸 这个就叫阳池屑 那这个是什么 三胶经 就是跟水分有关系的 不是香蕉 不是香蕉 是三胶 就是那个 我们的上中胶 这个水分的代谢 那它这个地方 阳气很旺的时候 可以帮我们这样 按上去 两边都有 不是只有一边 而且我觉得很有趣 真的跟燕快老师 今天要教的 一曲同工 你会用到八协 对不对 对 今天我要教的是 舒心补肾 那这个功法 是马上练 马上有感觉 有感觉 对身体的调气 就会非常快 那先跟我做一个动作 就是用我们的手掌 做一个拍 其实我们如果去逛公园 你会发现早上 不时的在某些角落 就会有人在拍手 因为有很多人教说 这个年纪大要拍手 它确实是有道理 因为左为阳右为阴 我们只要一几掌 就会快速的启动这个阴阳 它就会通 但是通过头之后 它就会卸 卸是什么意思 你练过头了之后 那人就会变虚 所以一直开法会虚 所以这个功法 其实它有一个 很重要的这个诀窍是 机掌 然后要扣手 刚好我发鞋就碰到了 那这个动作是 目的是什么 我气调动起来 通了之后 我不能让它卸掉 我又把它收回来 所以这个是既补 又通的一个功法 好 那我们马上来试试看 鸡掌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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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几次呢 做七次 好 那我们现在大家马上试试看 包含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你试试看 好 第七次完了之后 转掌 要把掌心朝外 慢慢地两侧分开 你会发现手确实有气感 有 有有 有一点麻麻 那种感觉 热热脏脏 那这个就是蒸气 去哪里呢 就到自己的后腰 这边就是我们的肾书穴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把你自己调动起了气 灌入自己的两肾 轻轻地把它动一下 因为呢 你转过来让大家看 轻轻动一下 终于说呢 水火济济 心肾交融 所以我现在把气灌入我的肾 所以我就自己补 好 跟着我再做一次哦 鸡掌 抠住 鸡掌 抠住 鸡掌 抠住 那你会发现 我现在的眼睛 没有在看镜头 要看自己的手 这样气才会内收 好 手指头放松 去感受这个气感 然后往两肾灌进来 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赶快站起来练 不练不行了 你光坐在那里 是不会健康的 动一动 你会发现真的不一样哦 广告时间赶快练一练 真的会有气感哦 广告时间来看 那么查尔斯国王呢 他的脸 你会不会觉得 特别红 这是代表他气色好 身体好 还是哪里有状况呢 马上回来 喜欢健康2.0吗 一定是非常喜欢的吧 那么请大家在 健康2.0的YouTube上面 订阅 按赞 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我们随时有最新的健康信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咯